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一璇 首先带你来关心 国民党展现陆军全台动员的气势 在今天来到花莲大造势 党主席朱立伦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以及副总统参选人赵绍康 还有前总统马英九是一起出席 侯友宜痛批 民进党执政 答应要给花莲的支持都没有实现 他如果当选 将会全力的实现花东快速公路 以及苏花公路的安全提升等计划 国民党 胜利 侯友宜 赵绍康 国民党正副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 赵绍康 10号前进东台湾 参加侯友宜 傅昆奇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大进场的时候 侯康佩逐一跟支持者握手 花了将近10分钟才走到台上 大约有5万民众到现场来相挺 侯友宜大打交通牌 痛批民进党对花莲的交通政策挑票 花莲碰到民进党执政 它就昏蓝绿了 很多答应要给花莲的支持 都没有实现 所以一直提倡国道6 来到我们花莲 对人教育 我们也要用铁路双白赶快完工 甚至我们东部快点 一定也要做 侯友宜大算民进党答应要给花莲的支持 都没有实现 花莲县长徐正蔚在2017年担任立委的时候 所提的花东快速公路建议 也遭到民进党反对 承诺如果当选之后 要实现对花莲交通网路的梦想 至于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的韩国瑜 下午则是在台中乐成功前举办庙口开讲 帮台中自驾立委站台 他痛批民进党执政八年贪污腐败 这一次要让他们下台反省 民进党的创党党员 民进党37年前创党的党员 看到民进党今天的贪污腐败 都在痛心流血 我现在看到民进党这个贪污腐败 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民进党 在许国泰轻破讲 他创这个民进党 他是把屎把尿 一步一脚印把民进党扶植长大 他看着他成长 茁壮 执政 然后堕落 韩国瑜表示 非常支持侯友宜提出的 当选之后成立特征组 专门抓大官贪污 国民党中台湾 东台湾两边跑 凝聚选民的心 展现大团结的气势